马可福音十二章十节十一节 经上写着说 匠人所弃的石头 也做了仿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主所做的 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匠人乃是指弃绝主的犹太人 石头是指主基督为磐石 而这含有三方面的意思 第一 对于犹太人 基督来到世上 不是耀武扬威的君王 乃是卑微顺服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他们绊脚 蝶人的石头 第二 对于教会 基督是磐石 是仿角的头块石头 第三 对于不信这个世界的国权 基督是一块非人手 凿出来的石头 乃是毁灭扎碎的石头 所罗门王为了在耶路撒冷敬拜神 建了一座圣殿 圣殿在被巴比伦摧毁以后 又重建 但是在大约公元前七百年 神借着以赛亚先知 讲了一个预言 那就是神自己将放置那块防角石 就是那真正的根基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在喜安放一块石头 作为根基 是试验过的石头 是稳固的根基 宝贵的防角石 信靠的人必不着急 他必作为圣索 却向以色列两家 做绊脚的石头 蝶人的石头 向耶路撒冷的居民 作为圈套和网络 许多人必在旗上绊倒 而且蝶碎 并且陷入网络被缠住 今天主也要问你 什么是你生命的根基 你的生命是建造在什么上面 当一座建筑物被建造 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根基 头块防角石必须是正确的 因为其余的石头 都必须按照头块防角石的标准 在旗上建造起来 你生命的根基 应当要建造在基督这块磐石上 就像一首圣诗的副歌所说的 立在基督磐石兼顾 其余根基全是沙土 其余根基全是沙土 求主帮助我们 把人生的根基 单单建立在基督的身上 我听不信 现在安可 优优独播剧场——명 已经成功了